接下来看第二小题 四字诗节 习题19题的第二小题 第二小题是Cosecond N四方的降阶公式 Cosecond N四方的降阶公式 当然跟第一小题一样是拆两个出来 拆两个出来 量平方关系 然后再拆成两个不定积分 再利用这个IPP 然后再以下 再以下再除以西数 都是一样的 我们看到的证明Proof 拆两个出来 Cosecond拆两个出来 拆两个出来 这边是变成N减2 变成N减2 拆两个出来 看到Cosecond平方要讲到D负Cosecond 这是微分关系 所以后面Cosecond平方Dx 就是D负Cosecond 所以这个微分关系 用了很多次了 Cosecond平方Dx 就是D负Cosecond 利用IPP UdV会等于UV 减掉VDU 这IPP 很重要的IPP 好 IPP 那现在呢 这个是我们的U 挂户里面是我们V 注意有个负号要记得 有个负号 所以UV 是负要先写 负Cosecond N减2次方 负要先写 你不要放在中间 放在中间是不对的 是负起来最前面 负CosecondN减2 CotensionU乘V 减掉V V是这种的V V 过来后面呢 是DU 后面这一串东西呢 后面这一串东西呢 就是D Cosecond 后面这一串东西呢 就是D Cosecond CSC CosecondN减2次方 N减2次方 后面这一串就是这个 那幼连窗的导团数呢 是次方丢在那边去 次方-1 N减2-N减3 在微本身 在微本身是 Cosecond的导团数是 -Cosecond成Cotension 微分呢补个DX -Cosecond 这是Cosecond的导团数 -Cosecond成Cotension 微分呢补个DX 补个DX 那后面呢给它整理 后面给它整理 几个负号 这边一个负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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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负号 还是负号 还是负号 那西数N减2 丢到外面去 还是负号 第一项照抄 还是负号 那N减2丢到外面去 那整理 Cosecond有几个 这边N减3 这边一个 正负号已经处理完了 再有N减2个 N减2个 然后呢 Cotension有几个 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有两个 正负号已经处理完了 西数也处理完了 剩下这一个 Cosecond是N减2 Cotension是平方 那跟我们答案不一样 跟我们答案不一样怎么办 那再利用平方关系 Cotension平方呢 是Cosecond平方减1 利用平方关系 1加Cotension平方 等于Cosecond平方 所以Cotension平方呢 或者Cosecond平方减1 下一步利用平方关系 下一步利用平方关系 再过来拆成两项 拆成两项 这乘过来 分配力 这乘过来 利用分配力 拆成两项 那要注意的 这边每一项都有 负的N减2倍 所以你等一下拆瓜糊的时候 这要记得加一个中瓜糊 记得加一个中瓜糊 不然你后面的西数就没有了 就不对了 拆成两项 拆成两项 那功力过 直接给它拆两项 那西数不要漏掉了 那现在功力还不够 我们就是变成在里面 等一下再把次方 西数沉进去 等一下再把西数沉进去 等一下再把西数沉进去 那功力过 这一步可以省略 功力过这一步可以省略 拆成两个不定积分 N减2 次方跟平方 变成N次方 N次方另指数率 另指数率 拆成两个不定积分 拆成两个不定积分 西数不要漏掉了 所以这边还有N减2不要漏掉了 这边还有一个N减2不要漏掉了 那负乎得证 负乎得证 这边一个负号 这边一个负号 变成本质证号 负乎得证 那这个题目 cosecond这个项 cosecondN次方的不定积分 跟题目一模一样 跟题目一模一样 所以把它移向 那右边是负的N减2倍 负的N减2倍 那整个移过去 整个移过去 整个移过去 会变成正的N减2倍 N减2倍 正的N减2倍 这边是cosecond cosecond的N次方DX 那原来是1倍 就是N减2倍 还有N减1倍 N减1倍cosecond cosecondN次方 这是DX 这一个X 再写详细一点好了 是N减1倍 N减1倍 csccosecondN次方DX 会等于 那依三项造钞 负的cosecond 负的cosecondN减2 cosecond cosecondX 再加上N减2 N减2 那这边是cosecond csc cosecond 这边是N减2 N减2 然后AX 然后DX 变成这样子 那两边再重处于N减1 就会得到我们的答案 两边再重处于N减1 我们看打字的 所以下一个步骤是中间那一项 移到左边去 中间那一项移到左边去 中间这边是负N减2倍 移到左边变成正的N减2倍 正的N减2倍 所以前面左边还有一倍 变成正的N减1倍 正的N减1倍 那一三项造钞 那下一个步骤 两边同处于N减1 就得到我们的答案 得到这个降阶公式 两边同处于N减1 就会得到我们的降阶公式 两边同处于N减1 第一项有负号 不要忘记了 第一项有负号 第二项是负得正变成正的 两边处于N减1 那N当然不会等于1 N要大概等于3 反正这父母绝对不能为0 这是四字四节 第十九题的第二小题